主料,南瓜50克,黑米4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白糖,糯米粉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南瓜小皮只要洗净,切成相同大小的长条,撒上糯米粉,让每块南瓜条都均匀的沾上糯米粉,鸡蛋搅拌成鸡蛋液,准备白糖,蒸熟的黑米,裹满糯米粉的南瓜条, 先在蛋液中站一下,要再在白糖里过一圈,最后裹满黑米,煎锅放油,切成热食放南瓜条,每个面都煎一遍即可,烹饪技巧,煎的时候火不可太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